这种南北方的语言差异 你觉得对你们的表演有影响吗 是这样啊 在上海啊 表演相声 上海的观众基本上 头脑中会有一个 拐弯的过程 就是你给我抖一个包袱 然后我把它转换成上海话 再反应回来 我笑还是不笑 那还是有一个过程 对 所以这个尺寸 表演的节奏 包括用词 还有方言 都略有差异 有的时候比如说 我们这种语速 或者什么抖包袱的时候 上海观众没听明白 这句没听明白 他脑子还想这个词 你又说到下面去了 所以海派或者说上海 在上海表演相声的时候 语态要稍稍地慢一点 然后表演的时候 形体表情要铺足一点 其实是让上海的观众 更能理解你相声的意思 比方说我们天津的相声 是这个语言的耐咀嚼力特别强 就这包包过去说 马三爷 金琢磨 金琢磨 这观众睡了一宿觉 第二天想起 这个包包还这么动 上海就很难 你看咱们在北京或者天津 经常是什么 去干嘛去 听相声去 明明是去看相声 我们还经常下意识地说什么 听相声 享受的更多 还是语言的这种魅力 对 但是在上海 不会有人说听相声 而是看你表演相声 过去啊 其实传统的来说 我们这相声叫 宁可过关也不过江 到南方其实很难干 特别到南方 人家有这个滑稽 你们怎么跟这个 比如说人家滑稽戏 人张嘴上海话 人家就听得明白 对 咱这个相声跟他们比 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劣势呢 您来继续谈谈 你没词了是吧 不是我没词 我说他不够客观 还是我觉得要接地气 你滑稽戏也好 你塑造人物 他也是当地的人 是怎么想的 你想的跟观众 是一样的嘛 对吧 你塑造的人物可信嘛 对 这个人物是可信度强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那我就一直说嘛 相声的灵魂 现如当今社会观众的 这个思维方式 所以我们才从啊 没什么人接受 到我们四千人的 体育场做满 其实这个光要求 演员啊都要创新 而且这个演员 团队得比较团结 反正我听说 金言你在这个品团 团建搞得还很好 是吗 可以 新的一团人了 那说没有比我们更好 是吧 比如说呢 到齐寸上了 这是好是不好这是 比如说吧 其实我们演员团队 是一部分 还有我们的创作班底 有70后 有80后 有90后 其实今天啊 有个小插曲儿 本来今天有一位 我们的创作人员要到场 是一个90后的 一个小女生 她给我们创作了 大量的这个好作品 而且是这个 南北通吃的作品 比如说我原来 跟咱们这录过的小红帽 还有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灰姑娘啊 就是因为在 老来天津之前啊 在跟她改这个 灰姑娘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是激烈的争吵 她呢就是说 她是为剧情服务的 她说你是为包袱服务的 尤其这回我要动其中一个剧情 因为我觉得脱节奏了 我要填包袱 她是坚决反对 我就是改她的这个东西 我说我是为观众服务的嘛 不是为包袱服务 观众是来听包袱的 她说观众是要来 在剧情合理的前提下听包袱 都有道理 就我跟她说 我说咱天津回来之后 再谈这个 她就把电话给我挂了 您手里这人脾气都这么大 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一样 都是让那个作品更加的丰满 观众呢更加的肯定嘛 对 所以说我跟她争吵 我也想想也挺不对的 我借着机会吧 我说这小张老师 咱们能看见吧 能 我这个 我们这个 你是不是也站起来 九十度鞠躬说呀 凭什么 并不是这意思 对啊 就是这意思吧 小多老师 您也听得见啊 反正这个 咱们都是为了作品好 咱们希望下回 咱们在天津卫视 还能坐下来 踏踏实实的 平心静气的一块聊 不过我还觉得 我改的对 当然